近日又有一名女性向警方报案称自己遭到了胜利、郑俊英聊天群成员的性侵 她称自己2016年受胜利的一名友人邀请参加了聚会 当时在场的有胜利、Roy King等人 她在喝下一杯酒后就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、独自躺在房间内 怎么也想不起来昏迷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联系警方后从警方掌握的聊天记录群中 看到了昏迷的自己被聊天群成员金某性侵的视频 据悉涉嫌性侵的金某已被警方以准强奸嫌疑移送检方 此外警方还将对金某是否使用迷药使受害人昏迷展开调查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